其實韓市長跟朱市長之間的互動一直都是非常的熱絡的 那麼就如同兩個人共同的目標 就是團結一致在2020的時候打出一場好的選戰 在民調上面如果說有韓朱培這個選項的話 好像就可以跟蔡英文來批評 是 其實韓市長跟朱市長之間的互動一直都是非常的熱絡的 那麼就如同兩個人共同的目標 就是團結一致在2020的時候打出一場好的選戰 能夠共同捍衛中華民國的生死保衛戰 那至於說這個雙方其實合作上面都是非常的順暢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現在韓朱培有談託 關於副首人選的部分因為牽動到整個選戰布局 以及有關於當事人意願的部分 我們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一旦確定的話一定會馬上跟大家公布 因為外傳說朱立倫已經三次拒絕有這件事情 我們只能說就是雙方其實溝通的管道都是非常順暢 而且互動也是非常的熱絡 但是呢這是有關於副首的部分 我們還是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以及會牽動到整個選戰布局 因此就是確定之後才會跟外界公布 這樣說知道結構 有助於芳得對白痴 是有助於判斷的事主能 要是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令人希望有助於判斷的事主能 因為在別人人的意願